玉璃景分局特别举办了东里派出所和观音派出所的新任所长布达典礼 由分局长陈慧文主持 而陈分局长也期免两位新任的所长 要做好辖区的治安和交通维护的工作 一的分局举行东里派出所观音派出所两位新任所长布达就职典礼 由分局长陈慧文来主持 分局长勉励东里派出所新任所长林昭光 以及观音派出所新任所长林毅杰 两位新任所长必须迅速掌握辖区的治安交通的状况 做好为民服务 无奉接轨社区警政的工作 分局长陈慧文说 勤勉新上任的所长贯彻治安优先 交通为众服务为第一为工作目标 另外警封禁乃是警察命脉 务必遵守规定截身自爱 并且勿违法犯纪 严管勤教内部管理 以最优警察团队服务当地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